第八百五十一章 这师弟也推不要脸 轰隆 秦流熙拽着成真子往山洞口一扑 碎石剑飞在两人肾上 其中有一块大一点的石头还砸在他的腿上 而成真子更惨 额头磕在了一块石头上 血流如柱 秦流熙护柱头 忍着痛爬起来 拽着成真子的手就往前拖 成真子 小祖宗 能乃念一下 我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吗 来到安全的带 秦流熙一屁股坐下来 才看向那完全倒塌的洞府 摸着牙重重地哼了一声 很厉害啊 就一个神像 还能跟他完案算这一套 就不爽 成真子摸向额头 一手的血 不禁撕的一声 再看那边洞府 脸色更难看了 他们什么都没干 洞府内也没有阵 而秦流熙也只是拿了一下那个神像 就爆了 这威力还大的连洞府都塌了 秦流熙看他满脸血 便从大荷包取出银针 先给他扎针止血 然后又翻出一小瓶金窗要洒了上去 血很快就止住了 成真子惊讶不已 原来这荷包 是装着这些东西吗 你意义数学得很好 这血脂的这样快 要是没有真本事 是做不来的 更不说还是用针刺血为止血 秦流熙说道 会一点点 她掀起自己的裤腿 小腿被石头砸到 到莫见血 只是一片黑紫的淤青 骨头也有些痛 身上却没这些趋淤的药膏 秦流熙也莫管 把裤腿放了下来 莫要在 成真子看他莫处理脚伤 不由皱眉 秦流熙摇头 眉在身上 骨头眉断 不碍事 我们先回去 那这里 成真子看向洞府 神色难看 他成这样 已经找不到什么了 走吧 秦流熙站了起来 黑住脸先行 再次在那老妖怪的手里吃了亏 他就连毛孔都散发着我很不爽 我不好惹的气压 成真子不敢多问 默默跟在他身后走 直觉告诉他 别问 问就是会找抽 两人回到宝华关 成真子让到同取来 消肿散愈的 要高让秦流熙上了药 自己也包扎了 一下伤口 才敢问他那神像 怎么回事 秦流熙含着脸说 就和亲骨子一样 背下了什么禁止一样 又或许 这是一个警告 警告 对 就是别多管闲事的意思 成真子皱眉 道 这恶福 是想如何 秦流熙没和他说自己的猜测 道 左不过是在憋大招了 成真子的眉头皱得更难看 秦流熙斜逆着他 宝华关 既然也是一心正道的派系 纳摩 为干掉这个超级大反派 也是愿意贡献一份力量的吧 成真子 直觉告诉他 这话有坑 那是自然 奈何我修位如今也只是三层 怕是 师兄大意 秦流熙抢过他的话 道 既然这样 我能在宝华关的藏书阁 看一看 桂关不外传的藏书吗 尤其是一些顶级阵盘阵法 实不相瞒 我手中有一残阵困仙阵 因为残缺 而无法完善 不知道是否能从你们的藏书 找到些启发 成真子 他那话果然有坑 就不该轻易接的 这谁家压箱底的东西 随意翻出来让人看啊 秦流熙许是看出他为难 咧嘴笑道 我就看看 不拿走 了不起摘抄一下 这 要是真能把这个阵补全了 将来要是能用得住在这恶佛身上 那宝华关当即一份功德呀 秦流熙又画了一个大饼 吃嘛 不吃也得吃 秦流熙如愿入了宝华关井 可本家弟子才能翻阅的藏书阁 在里面待了三天三夜 才顶着一双黑眼圈 拿了十张手抄的珍贵阵图出来 成真子扫了一眼 脸都绿了 你这也推不客气 不要脸 了吧 秦流熙满脸堆笑 道 师兄请坐 我给你服个脉 再行个真帮你打通淤堵的契机 气形如水 再配合金方调养 你这多年的暗伤也就好了 再修炼也才会事半功倍 成真子心头一动 已经是老内伤了 也可以 自然的 我也盼着师兄好 早日助击 如此 将来才好一起打怪 谁不想这修位上升 成真子也想 便客套了一番 对他把阵图塞到袖子里的动作 也只当莫看见了 都是为了天下苍生 想必老祖宗也不会怪他 秦流熙行真集快且稳当 刘真时还根据他的脉象 斟酌着写了一张金方 呆得起了针 才把金方递了过去 成真子接过来 看了一眼 道 如果当真有效 师兄成你这个情 好说 秦流熙此行收获不少 从宝华关这边 直接回了秦家 先是把得来的药材 送到药斋的聚灵镇存放住 又清点了一番 炼住鸡丹的药材 就只差一味千年太岁 而且 只能是三界之外的虚无之界 最未上等 虚无之界啊 游离在三界之外 不归天地人三界管 尽容易 初却难 如果没有三界之外的太岁 三界中的也可以 但药效必然不如虚无界的药好 所以 妖承担 须得两步准备 如果没有那千年太岁 就得准备最少百年以上 生在风水宝地 及天地灵气而生的百年份太岁 秦流希看着自己辛苦收集来的药材 欲出一口气 卫稳妇脱起线 在距林镇外加了一个阵法 虽然未必有人能在慈雄双煞的看管下摸进来偷东西 但万一呢 这一份药材 是老头子的命 他是半点都不敢拖打 他堵不起 秦流希加固好阵法 这才出了药斋 又转到去了秦明燕那边屋子 他正在床上 看着床尾用架子挂住的一张人体经落图 见他来了 双眼一亮 你回来了 秦流希上前 扫了一眼经落图 道 挺勤快的呀 悬背图呢 秦明燕脸色微红 道 反正躺着也是无聊 多看看 就能背熟了 是这个脸 你要做到 闭着眼都能摸出随意一截骨头 是哪一处的 就是吃透了 嗯 藤昭 藤昭快来 外面传来一阵尖声呼叫 秦流希皱眉 让秦明燕躺着 自己则是走了出去 看到秦明星 小脸惨白地跑进来 沉声道 怎么了 你在呢 快 祖母她不行了 秦明星跺着脚喊 秦老太太 再一次陷入了昏迷当中 秦流希赶到的时候 老远就听到了小声的啜气声 七七惨惨七七 静院一看 屋内屋外 所有人都在 包括万姨娘 这是怕老太太过不去了魔 现实已经走出来 急轰轰地道 快 去血管街四少爷 他们回来 老太太要真过不去 总不能一个男丁都不在身边守着 她看到秦流希时 显然有些惊讶 但很快就蹦出亮光来 到 西丫头 你祖母又昏过去了 你 秦流希快步从她身边走过 谢氏撇撇嘴 现在倒是紧张起来了 老太太都这个样了 也不在家守着 也不知道去哪 秦流希走进寝窝 现王室等人都在 扫了一眼 便道 别急 还没到时辰 屋内虽然有淡淡的阴气 但勾魂因拆位到场 证明她还能撑一把 她看向老太太 见她面若精致 胸口处起伏不大 便取出了金针 王室献她回来 明显松了一口气 让开位置 到 老太太也不知怎店 像是被惊吓到了 就昏过去了 秦流希用金针刺入她的大穴 轻轻撵动着 一直到额上冒出细汗 老太太也没有醒来 不经皱眉 她把金针留在大穴里 吊着命 双指却是搭在她的手腕上探麦 麦相一如既往 没有半点好转 而是变得衰弱缓慢 心跳也是慢得许久才跳一下 若是不注意的话 说她走了 也有人信的 仙 你祖母她 可是挺不过了 王室看秦流希 脸色有些难看 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等不到秦伯红他们了 那一二要过来老太太这边吗 怎么跟家里人解释 秦流希翻看了秦老太太的眼皮 问 谁守在老太太这边呢 怎么就受惊吓了 屋内有阴气犹存 难道是有些什么孤魂野鬼来过了 这不应该啊 雌雄双煞在府中作证 一般的小鬼可不敢出现在这 是奴婢 绝儿说道 奴婢一直守在床前 老太太一直睡着呢 忽然就从床上弹坐起来 双手乱抓乱叫 喊着什么 她不走 她不能走这样的话 然后就倒下昏死过去了 她学着秦老太太当时的动作 做了个样子 脸色有些白 有句话 她不敢在心里说 就觉得 当时老太太像是中邪了 在和谁对话似的 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不过 她是做下人的 察言观色是本能 尤其秦老太太还在病重 自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而中邪这样不吉利的话 她说了只会犯了主家忌讳 肯定不能说 秦刘夕感觉有些古怪 想了想 微微合眼 在睁开时 一手掐绝 嘴里喃喃念着咒语 看向秦老太太 旁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秦老太太的魂 被秦刘夕从她的肉身上给勾起了 一看 怪不得了 原来是丢了一魂 秦刘夕把那剩余的二魂七魄按回去 收了数 再看屋内那淡淡的阴气 有些料然 怕不是真有勾魂因拆来了 把老太太惊着了 魂位完全勾走 反而丢了一魂 仙儿 怎么了 秦刘夕说道 老太太受了惊吓 丢了一魂 所以昏迷不醒 我来找找看 未免吓着这些人 她没说真话 啥 魂了 众人都有些猛 秦刘夕让后面 得了消息 赶过来的藤昭 取了黄福和香 撰写了老太太的生辰八字 然后燃了香和福 开始做法 她就在院子里做法 所有人都很是好奇 这就是赵魂吗 秦刘夕照的 却不是老太太 而是那个 来此地勾魂的阴差 左右是那家伙来勾的魂 但魂末勾走不说 魂却丢了一个 她应该知道在哪的 可是 这来的是什么 一阵阴风过后 所有女眷都下意识地抱住了双臂 冷得上下牙齿 在咯咯打着颤 感觉阴气森森的 就寒得不行 顺着秦刘夕的方向看去 空无一人 可是 咋心里发毛呢 来都来了 秦刘夕看向那顶着一张清白脸 头上戴着 写着来都来的的阴差 再看向她那过分年轻的脸 道 现在的阴差起个明都 这模随意的 前友常来看看 现友来都来了 你新来的 回答 代大大人 小的刚考进来 不到十日 业务上上 尚且不成熟 请大人恕罪 来都来了 都快哭了 家人们谁懂啊 刚考进吃黄粮的编制 刚熟悉流程上岗 这第一单就撞到了这位大人家 慌得一批只鱼 那老太太还不愿意配合 不想走不说 还跑丢一魂 吓得她 只能先去逮那魂 但谁会知道 那老太太飘得贼溜快 一下子就撞进另一个刚死的老太太身体里 闹得那边炸湿了 试问这满地府阴差 谁有她来都来了倒霉 还没把那老太太的魂勾出来 又遇着秦流西照 忙不迭地出现 考工五十年上岸 还没开张 先闯祸 她完了 秦流西听她结结巴巴地解释 鹅角青筋 都吐吐地乱跳 这都什么跟什么 来之前 你就先该把老太太那魂给勾出来 你却留她在那身体 自己却跑了 那老太活着 那家人得怎么想 秦流西觉得头大 来都来了 委屈地道 英差手册第三条 大人您有诏 天破也不得有误 小的也是 遵守守则 秦流西 丰都大帝是因为她薅了她法宝 所以不痛快 故意搞她的吧 不然搞这什么手册 将她盯个飞扬跋扈的牌子 是嫌她不够给天道批的 真是鬼心险恶 赶紧去把老太太的魂勾回来 单个久了 反而误事 来都来了 忙不迭地硬了 休得跑离 这都什么乌龙事件 秦流西转过身 看院子里的所有人都白着一张脸看着她 便道 看这天冷的 把你们都冻白脸了 回去吧 你你你刚才是和谁说话 谢氏哆哆嗦嗦地问 秦流西咧嘴一笑 还能是谁 勾魂英差呗 动 谢氏双眼一翻 晕倒在地 几个小的才后知后觉的尖叫连连 跌倒在地 秦流西以为这来都来了 虽然是个萌星英差 但勾个魂也应该是很简单的事 很快就能解决了 而事实却是 等来的只是哭哭啼啼 喊着救命的废渣 大人 快救命啊 老太太她的魂被震了 小的勾不出来啊 秦流西脸一沉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魂被震了 来都来了 哭丧着脸说 就是小的说的 内心变的那家人 不管他们家老太太诈尸 愣是把她推进关里 并且用震魂钉给封关了 也就是说 她家这个老太太 已生魂入体 又被强行死葬了 明知道人活过来 却还要强行封关 并且用上震魂钉 这和杀人有什么两样 没错 杀人 万一有些人只是假死 那口气上来了 活过来也是活人 可变家的人见人活过来 还要封关而非高兴 特魔这是心有鬼啊 就算秦老太太要死 秦流西也不会让她缺魂少破地走 尤其一魂还在别人的身上 并被风震 前边带路 来都来了说老太太溜得快 还真不假 这一跑 竟是跑到了临县的一个黄屯村 这变家 也算是村里的小地主 有良田三百亩 铺子两个 颇有家底 秦流西他们赶到的时候 那变家正一团乱 原因自然是因为老太太忽然诈尸 然后吓得变家人强行封关 可那老太太在关内挠得搁直响 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灵也不停了 直接就要出殡上山 可关却死活抬不起 灵堂更是大乱 一个穿着黄袍的道士 拿着个桃木剑乱挥 黄服乱洒 脸色发白 双腿还打着柄子 奇猛啊 这个银两不好赚 大师 这可怎么办 变家老大 哆哆嗦嗦地问 抖成个筛康 那黄道沉生道 老太太这是心有惦念 不愿意走啊 便大下了个清白脸 道 那你赶紧把她送走啊 放心 我已经用阵魂钉封关 她出不来 只要落了脏就可以了 问题是 现在起不了关啊 变大气急败坏地说 秦流溪走进来 看了灵堂一眼 冷声说道 起不了关 是什么问题 你心里默点逼数 变大等人 看着这忽然出现的秦流溪 你是谁啊 怎么进来的 黄道整个人都不好了 眼睛咕噜乱转 看向灵堂内 浑身发抖 有什么来了 阴森森的 她又看向秦流溪 见是个年轻少年郎 打量了一番 是这人带来了什么吗 秦流溪看向那棺木 以及坐在棺木上的前 别飞瘦老太太 听到里面的抓棺木的声音 道 您先让开 谁 和谁说话 然而她话音才落 秦流溪就已经掐数 打向阵魂钉 啪地打向关盖 扑扑 七根阵魂钉飞了出来 关盖被掀飞 所有人尖叫出声 黄道险些吓尿了 完了 遇上硬茬子了 混账 你干石魔 变大怒斥 秦流溪冷冷地瞥她一眼 看棺木内老太太 已经坐起来了 便看向来都来了 还不把魂勾出来 黄道听了 眼人一缩 下意识看了过去 那坐在棺木内 脸色清白的老太刚要起身 就像是被什么压制了 又软软地倒下去 发出砰的一声响 再无动静 灵堂亦是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看向秦流溪 刚才她说的是勾魂吗 秦流溪拿了一个养魂玉瓶 从来都来了 手里拉过老太太的魂安了进去 来都来了 欲言又止 却是一声不敢吭 你 你 变大看秦流溪的眼神 跟看什么妖念 又惊恐又忌惮 秦流溪哼了一声 生生把母亲饿死冻死 你们这一窝子白眼狼 也不怕半夜鬼敲门 变大等人 神色大变 亮呛着后退几步 说起变家 其实也颇唏嘘 变家本来也是穷得叮当响的人家 可变老太爷会娶婆娘 原配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后 就撒手归膝了 不到一年 又娶了一个老姑娘忠世 这忠世 倒是妄家的人 志家很有一手 过门后 就把变家打理得紧紧有条 对两个妓子 也是势如己出 经得住左邻右里的夸 忠世是个极能干的 手艺极好 入门五年 变老太爷身故 他在没有生养下 仍没有离开变家 凭借做的一手好饭菜的手艺 从做包典做起 愣是拼出了一笔丰厚家底 给两个妓子成家立室 但是 这样的任劳任怨 却未能安享晚年 变老太太 要降了一辈子 老了才遭罪 含辛茹苦的养家亚 确实养出了一窝白眼狼 儿子媳妇把手艺学过去了 却被妓子媳妇嫌弃 把她安置在一个破院子坐进 在这大雪的天 又冷又饿 最终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 连变老太太自己 也莫想到 做了一辈子好饭菜的她 最终却是饿死的 自己是若亲子一心 为他们打算的 会因为一句不是亲生的 就防着她 算计她 害她 变老太太 心里有恨也有怨 本想着当自己一颗 真心喂狗了 也懒得看这些人的嘴脸 偏偏秦老太太 这时失魂 撞进了身体 没想到变家人眼看她 活 了 竟然丧心病狂的要把 她 生脏 那不等同于再杀 她 一次吗 她当时就愤怒了 压着关不让起 这才拖到秦琉溪他们来了 秦琉溪看着变老太太说道 您是受冻饿死 便是报官 也多半知智他们一个疏忽照顾 且不孝 但你也不必有遗憾 阳间不治的罪 地府会治 没有您这有福之人 他们也守不住 这万贯家财 且很快就会有牢狱之灾 破家在即 所以 您安心地去吧 他们会遭报应的 阴云聚天亭 山根生横八 鼻孔朝天毛外露 典型的破财之相 且他身侧的年轻男子 眼皮青黑 双眼赤红 尖嘴猴腮 额头宽窄 乃是堵红了眼的堵图像 不日有破家牢狱之灾 这便家 要倒大霉了 小天师 你说的是真的 秦琉溪道 骗您我也没有好处 您要走 我让他带您一程 来都来了 忽然想到一个可怕的想法 这祖宗 不会想李戴桃江吧 虽然知道 便家人虐待老太太 而死并不能获行 但秦琉溪 也并不想就此 把便家人的白眼狼行为 轻易接过了 找了个 来帮忙伴丧的百姓去报官 就未了给便家人添堵 有时候 一个不孝的罪名 也会捆住他们许多手脚 让他们在一个地方 难以做人 便家人当然也知道后果 气得脸色铁青 围了上来 你到底什么人 多管闲事 秦琉溪却是半点不惧 理也不理他们 只冷眼看向那黄道 多行不义 避自闭 不管便老太太 诈师有何音 这活过来了 你不分青红皂白 仍让人 风观病症魂 不问这魂是好是坏 若永远封禁 你就是害了人 也不怕舞弊三缺 反是短命身残 黄道的脸 变得雪白 嘴唇颤抖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秦琉溪丢下这一句 就带着来都来了走了 真正的来无影 去无踪 高人也 啊 有鬼 便家人亲眼看着秦琉溪 忽然消失 吓得尖叫 黄道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吞了吞自己的口水 捡起自己的东西就跑了 压根不管便家人的挽留 便家人看着自己花重金 请来的黄道身后 跟有鬼追似的跑得飞快 再看乱糟糟的灵堂 想起那神圣叨叨的 不知是人是鬼讲过的话 不日会有破家牢狱之灾 这 唬他们的吧 秦琉溪再回到秦家 先让齐黄准备了一点吃食 再问了便老太太的生辰八字和名字 然后叠了十来个金元宝 连同吃食一同烧鸡过去 吃饱就上路吧 您生前做了好事 会投个好胎的 便老太太笑眯眯地道 可惜我不能看那些个白眼狼倒霉了 为他们逗留人间 不值得 留久了与您也无异 看不到也没事 您大可以在下面等着看他们去 绝对不会是好人样 这点我可以跟你保证 秦琉溪一脸肯定 好 多谢你了 便老太太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秦琉溪再看向来都来了 报 我家这老太太是你勾魂出了错 错过了时辰 如今她撞破遍家人的丑事 算是无形功德一见 多留个几日 也行吧 来都来了 吓得跪了下来 道 大人 小的不能做主啊 那你就去找大帝 就说老太太的功德 就换这十日生 她可以当个假死人 但必须留一口气 秦琉溪到 来都来了 心想 找大帝 您还不如把我给直接嘎了呢 别磨磨蹭蹭 去吧 她不会为难你的 如果为难 就说 我去找她续个旧 来都来了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我觉得您这是在威胁 可她没有别的选择 真的让这位自己去 她怕是要革职 五 鬼神好苦 便老太太有些羡慕地 看了那呆呆致致的 秦老太太一眼 对秦琉溪道 你家老太太 才是真正的有福之人 有你这样的孙女 为她打算 虽然她不知道 秦琉溪非要留着 这老太太是为何 但不管为了什么 能为她打算 就是大笑 来都来了 带着便老太太走了 秦琉溪 则是回到老太太的房里 把这一魂 重新塞到了她的肉身之内 然后在她额头上 画了一张定魂符 王氏经过秦明燕的事 知道秦琉溪的本事 可谢氏等人 看到这神神叨叨的一幕 刚刚定下来的心 又开始慌了 尤其是刚晕了一遭的谢氏 总觉得 身边有很多看不现的客人 小的几个 更是挤在一团 秦明月姐妹 使劲回想 自己过去莫对这位大姐 做多出格的事吧 了不起就嘴皮子 耍几句要强的 现在道歉的话 她会接受吗 而秦宇焉她们则是想 幸好她们早早就看清形势 没把人往死里得罪 王氏看秦琉溪画好了符 就道 仙儿 是不是老太太的魂找回来了 嗯 秦琉溪指着她脸上的符 道 这符不要擦掉 就这模画着 另外 把其他东西准备妥当 你是纸 寿符等小练用的物试 众人惊呼 谢氏更是尖声 喊了一声娘爱 哭什么 还没到哭的时候 秦琉溪美好气地说 除了这道符 还有她身上的金针 都不能拔了 她还有十日的时间 众人听了 愈发的惊慌 眼泪止不住地掉落 顾氏抹着眼泪道 爹他们还莫回到呢 秦琉溪心想 是要日夜不停地赶路了 真是麻烦 地府那边 风都大的 听了来都来了的话 气得身子直哆嗦 反了天了 答应她答应她 风都大帝气呼呼地道 还有你 怎么办事的 勾个魂也能搞这样的乌龙 一点都不能成事 你就在那家里守着 十日时间一到 马上把人带回来 要是她不让呢 来都来了 想到秦琉溪的霸道 大胆问了一句 风都大地忍了忍 道 放心吧 这个老太太莫 那莫重要 她说 十日就是十日 要是换了她师父 倒不好说 但秦家这位 算个屁 来都来了 心定了定 匆匆告辞 地藏王 把一颗气子放下 道 气什么 这孩子心中有数的 他就仗着咱们惯着 才为所欲为 还强行加寿 人人这么做 岂不乱套 风都大帝气呼呼地 地藏王笑道 大道五十 天眼四九 这也是那位老太太的一线小生机 是他自己抓得住 天道亦不敢说什么 风都大帝哼了一声 你就说得轻飘 要是他师父呢 地藏王手一抖 半赏才叹道 世人都有结束 是坎 都能迈过 老子只看到了一团乱的画面 哎哟 我这脑壳疼得慌 不下了 废脑 风都大帝扔了棋子 地藏王摇摇头 秦流熙毫不意外风都大帝会 答应他的无礼请求 但是来都来了 在府里守着 那得多浪费 于是 这位来都来了 苦逼阴差 又被迫着客串了一回信差 去找正在往离城赶路的丰修传了的信 病危 速归 丰修只能一边用法术加速 一边在心里骂着秦流熙 只把秦伯清击人赶路赶得苦不堪言 却只能把苦水往渡吞 十日时间一晃即过 时间门已经进了腊圆 天降大雪 秦家里 所有人都在秦老太太的屋子 每个人都脸色恍然 又有几分心酸 这十日来 老太太一次都没有醒来 那金针一直扎着 符也画着 但人就是默醒 只有浅浅的呼吸声 才证明她还活着 秦流熙走进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双眼通红地看着她 也不敢开口 去准备一碗祭司面吧 加个蛋 参汤其黄议会便会端过来 再给老太太静个身 穿戴好 秦流熙看着王氏吩咐 王氏喉咙一梗 眼泪涌上眼眶 呜 不知谁乌夜出声 我去让厨房准备 秦媚娘受不住 扭头就走了出去 静身的活 自然要留给做媳妇的做 王氏也定了定心神 让娶儿去取水 又让丁嬷嬷 把早已准备的衣服取来 让一众小的 都在外面候着 秦流熙莫离开 金针需要她把 而什么时候把 也只能她来 王氏上前 小声道 仙儿 是不是让一二爷过来 要的 但不是现在 再等等 三叔他们快到了 当 顾氏的手撞到脸盆 扭头惊愕地 看向秦流熙 眼里寄惊且喜 她没幻听吧 夫君他们回到了 王氏也有些意外 看了秦老太太一眼 那就好 而此时 秦伯卿等人 脸色惨白地坐在马车里 憔悴得不成样子 实在是这些天赶路日夜兼程的 赶得都快吐血了 也就是风修在 用妖力护着他们 若不然 早就散架了 而曹氏这个大赌婆 更别想好 到了 风修看向城门 哼了一声 这一路 她可出了大力 又要护着这些个脆弱的凡人 又要施以 妖术缩地成寸的家宿 还得蒙蔽守城门的看通关文碟 一路过关斩将的 才会缩短大半时间路程 回到离城 可够累的 秦伯卿看到离城的两个大字 也虚了一口气 再赶路 她也遭不住了 秦流西拔下了老太太身上的金针 又喂了些参汤 不过片刻 老太太就醒过来了 母亲 母亲 祖母 所有人都围了上去 眼睛红红地叫着 老太太轻轻地眨了一下眼 缓缓扭过头来 看到跟前的人 浅浅地勾了勾唇 我饿了 众人心中一咯噔 却强装笑脸 说着好听的话 谢氏把秦明齐和秦明纯推了上去 道 你们给祖母背个书吧 秦明纯擦了一下眼泪 说道 祖母 我给您背算数吧 先生都夸我 学得很好 好 老太太笑咪咪的 环顾一周 看向门口处 眼底带了几分期盼 可又有些暗淡 母亲 咱们秦家已经平反了 爹和伯红回京谢君了 老三他们也已经快回来了 王氏说出秦家平反的事 老太太果然双眼睛亮 脸色泛红 手指颤动着 好 很好 面来了 秦媚娘亲自端了一碗祭祀汤面上来 上面握了一只太阳弹 撒着几颗葱花 还有两条冬日难得的翠绿菜苗 王氏接过来 亲自伺候着老太太吃了 又进了半碗参汤 看着她双颊晕红 胸口越发酸色 老太太坐在床上 身上盖着被褥 看了屋内一圈的人 对王氏道 既然圣人赦免 能返还回来的属于我的嫁妆 所有的产业长房占四成 二房和三房分别三成 我弟那些首饰 女眷每人选一样 剩余的 给婴娘送去 再给她二千两压箱底 给眉娘一千两压箱底 她们娘撒 每人选三样首饰 做个念想 母亲 您别说这些 都会好起来的 王氏哽咽着说 秦眉娘也道 对 母亲您别说这种丧气话 我不要您的东西 您自己留着 老太太拍了拍王氏的手 人都会死的 我早就该死了 如果在京中 我上前好好的 把东西分配了 现在不知有多少能拿回来 只能一切从简了 媚娘你也别怪我偏心 敌树有别 母亲 我不怪你 秦眉娘一下子跪了下来 哭着说 您想给谁就给谁 我不怪的 老太太扯了一下嘴唇 看向人群后的秦刘希 向她招手 道 这两年来 辛苦你了 秦刘希点头 是秦家应得的 秦家给了 她这身体的命 现在能得的 全赖了这因果 老太太对王氏道 那个秦剑铺子 给她 秦刘希挑了挑眉 没说话 谢氏等人一惊 单独给秦刘希 她上前说道 母亲 给西丫头一个姑娘 是不是 我说给谁就给谁 老太太强势道 秦剑铺子 本来就是王氏娘家给的银子 做本钱 西丫头给方子 才会做成 也能让这 一家子有吃有喝 没有她庇护 你以为 真凭几个妇孺 就能安然 把铺子支冷起来 谢氏莫敢说话 我意已决 秦剑铺子 就给西丫头 老太太看 谢氏的眼神 有些失望 如果你再多说 你就回娘家 谢氏立即道 母亲 您别恼 儿媳错了 你是错了 老太太有些颓然 我 也错了 众人莫名有种悲凉的感觉 老太太莫再多说话 只是看向门口 抿着唇 痴痴地等着 王氏眼眶湿润 看向秦刘夕 看她点头 一下子背过身去 眼泪嗖嗖地掉下来 秦刘夕走向门口 对陈皮道 去背秦铭艳过来 陈皮立即跑出去 秦府的东脚门早已敞开 李承等在那里 现马车来了 立即迎上前 也不管下的人是谁 到 快 老太太等着你们了 秦伯轻双脚软了一下 眼睛贴到门后 那放在地上的白色灯笼 大叫一声 往后院跑去 已经躺下的老太太 微微合着眼 呼吸沉缓 忽然睁开眼 使劲看向门口处 哑声道 我好像听见老三的声音了 祖母 叶儿回来了 秦铭艳已经被搀扶着走了进来 跪在了老太太床边 抓住她的手 叶儿 老太太露出心位 又看向门口 一个瘦削的身影进来 她的三 娘 秦伯轻冲了过来 跪倒在床边 紧接着是秦伯光和秦铭目 老太太眼神慈合 视线一一扫过他们 眼中带着不舍和心位 抬起手 摸过他们的脸 都回来了 真好啊 娘可以放心走了 众人纷纷跪倒 屋叶出声 第八百五十六章 侄女半点不理 扎爹死活 秦老太太去得很安然 她一走 屋内哭声震天 孝子贤孙跪了一地 除了秦流希 她没有跪 更没有一滴眼泪 她看向来都来了 以及站在她身边的秦老太太 向她微微鞠了一躬 您一路走好 秦老太太露出笑容 向她汗了汗手 再看一眼跪在地上痛哭的孝子贤孙 含笑转身 来都来了 大人 小的到辞了 秦流希点点头 有劳 她走出外面 接过藤昭递过来的金元宝烧了 有几定落在英差手上 有几定则落在老太太手里 看着他们消失在鬼门中 秦流希对李管家吩咐道 挂灯笼至丧吧 李管家领了命下去 先让儿子把早已准备的白灯笼挂上 又换了一声笑 然后让临时请来的下蒲 开始动手 搭灵堂 至丧 屋内 一轮哭声过后 王氏起来 探向秦伯光和秦伯青 到 二帝三帝 你们回来得及时 母亲算是没有遗憾了 现在他老人家走了 父亲和夫君尚在京中 你们给暂时担起一家之主的大旗 先去换笑衣吧 丧报出去 陆续会有人来吊咽的 秦伯青起来 深深地看了一眼 已经闭上眼睛的母亲 抹了一把眼泪 接过丁嬷嬷递过来的洁白帕子 把老太太的脸盖上 才对王氏脸认意 道 这两年 辛苦大嫂二嫂 还有娘子 故事看向他空荡荡的左小臂 眼泪嗖嗖地往下掉 听见这话 抬起头 痴痴地看着他 三郎 两人都有些久别重逢的激动 就是碍于眼下情况不对 不敢出阁 爹 秦明宝可没有那顾忌 拽着两个弟弟就走到他面前 眼神充满了如沐和激动 看到几个孩子 秦伯青按捺不住 蹲下来将他们一把拥到怀里 一个大汉子 又落了泪 这边温馨不已 秦伯光那边却是山雨欲来 谢氏看着苍白脸 却挺着个肚子的曹氏 目自欲炼 尤其是听到他喊的秦伯光 眼睛就死死地盯着他的肚子 秦伯光 这女人是谁 谢氏奸声结问 二房的人 除了秦明墓 都看着曹氏 眼神带着审视和不可置信 曹氏眼睛微闪 温和地叫了一声 大姐 谢氏瞬间被这一声大姐给炸毛了 谁是你大姐 秦伯光 你个王八糕子 刘放你也不安分 还搞回来一个大肚子的 你对得住我们娘撒几个 你 二弟妹 王氏怒斥出声 知不知道现在在哪 你撒泼 也不懂分场合 谢氏身体一僵 看到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的老太太 心头一抖 狠狠地弯了曹氏一眼 低下头来不敢再骂 秦伯光见他掩气息鼓 微松了一口气 一行人转出屋子 谢柴桓 换校服 秦流熙带着 一早赶到秦家做准备的吴魏 以及老道场和三园 布置了一个小道场 又让王氏等人 帮忙穿上大寿衣 往老太太嘴里 塞了一枚铜钱 以黄纸覆脸 小练到门板上 盖上白布 接着到灵堂枯灵 至于报丧 秦流熙已经安排李总管 去相熟的几家人报丧 而秦老太爷他们那边 他则是让威胁 这个生无常跑了一步 也算是通知他们 到皇城谢恩的时候 秦伯红顺便写个丁优折子 也不用再去上任了 而别的亲戚 则是去了丧信 远在东北的秦英娘那边 应是老太太的嫡女 便打发了一个 原本帮忙做粗活的仆妇 前去报丧 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 得知秦老太太先是 离城陆续的有人上门吊宴 相熟的 不相熟的 都奔着秦家已平反 就是官家的脸面上 前来混个脸熟 而此时 快要赶到圣经的秦伯红 和秦元山正在驿站休息 忽然就看到卫邪出现 父子俩均是一斗 有种不祥预感 老太太在腊月初五已经走了 走得安详无憾 秦流熙让 我来通知你们 该干啥就干啥 卫邪看着二人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秦元山愣住 随即眼眶泛红 眼泪涌了上来 老七还真就先踏而去了 老两口到死都再不能见上一面 可气可叹 秦伯红则是向着离城的方向跪了下来 痛哭出声 秦元山吸了一下鼻子 道 我们赶路吧 你写的丁幽折子 递了就马上回离城 该守孝就守孝 这几年 先静心教养几个孩子 秦伯红点点头 两人也不敢再休息 灌了两口热餐汤 一鼓作气地继续往京里赶 离城秦家这边停灵三天 二房就小闹了三天 要不是秦流熙让秦明淳和滕昭 故意在秦伯光这边做了一场戏 告知老太太 这模块不行 多少和谢氏有关 被秦伯光拿捏住了 他还有得闹腾 停灵七天 大恋入关下葬 秦伯卿问秦流熙 你爹他应该会赶回来 要不要等 秦流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到 虽然如今寒冬腊月 停灵九些也无妨 但今年太冷了 守灵太久 人都得倒下 还有 就算等他回来 也早已封了关 人已经走了那抹酒 他敢看一眼才怪 别说等那抹酒了 就这几天 都已经出师班什么的了 谁敢看 秦流熙又到 快过年了 也没有什么急日下葬 还是早些出病吧 他要是回来了 到老太太坟前磕个头 或者盖个草卢 守个几年校 也就全了 这份母子情了 秦伯卿 论狠还是这侄女狠 劫草卢守孝 那得苦成什么样 他是半点不理他爹死活呀 在路上的秦伯红 搂紧了双臂 今年是真冷 既如此 就出病吧 至于大哥 到时候 三不九扣地跪上去 也是孝子 众人都听着这话 小的几个 抬头看了秦流熙眼 自从老太太走后 便是守灵 他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甚至连眼眶都没红过 但谁都不敢说什么 因为老太太 最后这多出来的十日 还是 他用金针保住的 更不说 他还会招鬼那一套 万一把他惹毛了 把老太太招上来 和他们清香清香怎么办 所有人都识笑 秦流熙很满意 还亲自念了一卷《网生经》 然后出病 往祖坟去 第八百五十七章 大小节惹不得 随着秦老太太葬入祖坟 这丧事便告一段落 秦家人都跟脱了一层皮似的 瘦了一圈不说 脸色也憔悴 但有秦流熙在 到无人为伴丧而病倒 只是身心疲累 是莫跑了 人走了 秦老太太的院子 就空了出来 空荡荡的 虽然有点难过 但谁都知道 老人老了 就会有这一点 丁嬷嬷很事无措 她是老太太的人 如今她走了 自己无亲无故的 也无去处 好在王氏说了 秦家会给她养老送终 她才安心地在秦家待着 送走了老太太 各房把门一关 该腻歪的腻歪 该算账的 打起来 秦流熙在王氏院里 隔着大老远 都能听到谢氏在尖叫嚎哭 眉心促起 分外不悦 王氏看她皱眉 叹了一口气 道 我去看看吧 人都大住肚子了 这事总得解决 我陪您过去 秦流熙站起来 万一娘说道 你一个姑娘 别掺和你二叔房里的事 没得被你二婶说 你姨娘也说得有几分道理 我过去看看就行 王氏听了 也觉得在理 劝了两句 秦流熙也不想烦这破事 便道 也行 您就说了 再嚷嚷 让他们这一房的人 回圣经去瞅 反正老太太没了 秦源山还能当个官 肯定不会回来离城 也不可能一个人在圣经里 这些人迟早得回去 王氏点点头 很快就去了二房那边 闹哄哄的 光是听到谢氏的骂声 嚎哭声了 你还有脸哭 要不是你 绕骨不周 我娘也不会这么早就没了 我没将你修回家去 你就该烧高香了 不然治你一个不孝 和磕待婆母 你以为你能好过 秦伯光气呼呼地说 谢氏哭声微顿 道 你个丧良心的 你说去呀 你不管几个嫡子嫡女 将来婚娶的事 你只管往外说 看你几个数子女 是不是能给你封得老太爷咋的 潘姨娘拉着自己的儿子 恨不得就逃出去 一点都不想掺和这事 秦明木悄悄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递了个安抚的眼神过去 曹氏则是顶着两条红横 唯唯曲曲地道 大姐 都是一家人 何必吵呢 您就别为男二爷了 我也不是要来取代您的位置 要破坏这个家 我是诚心诚意地加入你们 和大家成为一家人的 所谓家和万事兴 咱们和和美美的不是挺好的吗 呸 你个狐狸精骚寡妇 自己死了男人 就趴着我的男人吸血 你不要脸 谢氏催了他一口 尖声道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怕不是在楼子里戏子的 也是 正儿八经的人 又怎么会随便和男人无眉苟合 谢氏 秦伯光大怒 曹氏拉了他一把 道 大姐 我也是梁家子出身的人 只是前面的丈夫 在矿上被石头砸没了 后来才跟着二爷 您说五眉苟合 我是不应的 在西北的时候 一屋子的大老爷们 家里煮饭 啥的都是我钱的 老爷子病着的时候 我也是伺候过汤药的 算是进过校了 那些的文书 还莫赶得上 也是想着 回来先给大姐敬茶才办的 便是老爷子在这也没话说的 潘姨娘听到这些话 抬起头来看了曹氏一眼 再看向儿子 见他微微点头 便又垂下头 轻叹了一口气 这位曹氏说话有条有理 还能把这发二眼 是个心机厉害的 谢氏不是他的对手 尤其是老爷子 都已经承认了他 又已经怀上了 这个良妾文书 必然会给 谢氏挡不了 谢氏果然气得不行 道 你不用吹得天花乱坠的 总之我是主母 没我点头 你一辈子 就别想进这个门 曹氏看向秦伯光 后者道 那你就回娘家吧 谢氏被刺激得疯了 嗷嗷叫着上手去挠 秦伯光连忙拦 不客气地推了一把 把谢氏气得理智全尸 逮着曹氏就要干架 王氏进来后 见状赶紧去拉 险些也被他挠上脸 杏德身后 有人拉了一把 不然脸就遭殃了 饶氏如此 手背也被挠了一条血痕 都闹够了吗 秦流熙立鹤一声 屋子一静 秦流熙先看王氏 见他身上还好 微微嘘了一口气 心想 幸亏他不放心跟着过来 不然他就遭罪了 眼看秦流熙来了 曹氏熟得不行 往秦伯光身后躲了一下 他怕这位大小贱 惹不得 秦伯光也怕呀 这个侄女的那些手段 可不是他们这些个凡夫俗子能比的 都怪这该死的谢氏 把他给招来了 谢氏倒想撒泼 但在秦流熙 这有着神鬼莫测的本事跟前 他也雄不起来 这老房子 早就是给了我的 如今秦家已经平反 老太太也走了 金钟房子也给回来了 你们要炒 滚回去圣经炒 别把我这府邸当的菜市场似的 闹得不安生 秦流熙冷着脸无情地开口 这话一落 秦伯光的呼吸就是一致 想说这是老宅 凭啥你一个小姑娘 说敢我走就敢啊 可对上秦流熙那黑处处的眼珠子 他愣是一个字默敢说 他认怂 谢氏也想说点什么 秦流熙就到 你继续闹腾 最后落不得好 秦明月他们也别想有个好前程 守校一年 他就得说秦出嫁了 娘 秦明月眼里含着眼泪 谢氏喉咙一梗 到 凭什么就要我认了 秦流熙冷嘲出声 凭你命不好 没把日子过明白 不知道收敛 更看不清时事 所以你才会有今日 他说完又看向曹氏 还有你 如果入了秦家门 就看清你自己的身份 搅得家里不安生 你一个寡妇在为妾 又在出秦家 你日子也好不了 曹氏连忙表态 大小剑 妾只想有个安生之所 有个依靠罢了 不敢声势端的 秦流熙心想 你要是把你眼底的金光 悉数收敛 我也就信了 不过这人会算计 自然也比谢氏人的轻行是 知道该怎样 才会对自己有利 奔着这一点 也不敢把二房 给倒天翻地覆了 不然二房倒霉 他又能得了什么好 开了春 就准备着回京吧 守孝 再拿手都一样 圣经才是你们的主场 而老宅这里 我的 秦流熙丢下这句话 转头就走 众人都有些猛 这是真的要赶他们走啊 有秦流熙这霸气的阵场子 二房很快就安生下来 谢氏也捏着鼻子 接过了曹氏的茶 算是认下了曹氏这个 姐妹 只是 这条件事将来二房分家 嫡子必须占八成 秦伯光也没在这上面腻塌意 想着以后 撕下贴补就是了 现在关键是把母老虎给顺毛捋好 二房添了人 表面风平浪静 私底下一片暗涌浪潮 但谁都莫敢在秦流熙跟前浪就是了 生怕惹毛了她 夜晚都来些看不见的客人 给他们唱安眠曲 秦流熙乐得清静 因为要守孝 这个年 秦家过得尤为低调和安静 虽然也叫团聚了 但也只是吃了一场素斋 就当过年了 秦流熙也无所谓 带着两个图 倒灌住一阵子 又去赤原老道那过了一阵子 日子闲散而自在 昼短夜长的日子很快过去 康武二十七年的正月过去 一脸风霜的秦伯红 终于顶着满脸风尘 回到黎城老宅 先是哭记了老太太 又去点了一盏长明灯 这才正是和家里人 尤其是掌房的妻妾子女 一家团聚 秦伯红是激动了 王室确实有些烦 万姨娘更有点声无可恋的感觉 顶梁柱的男人回来了 但为何就感觉不顶什么用呢 而鸡个子女 秦伯红好歹和她处得有点感情 尚且好些 年纪小的秦明纯 对于亲爹也是满脸如目 只除了秦刘夕 愣是莫个好脸 秦伯红倒是想摆点一家之主的款 对王室说 这孩子 冷情冷性的 你平时就莫教养 王室淡淡地道 姑娘大了 又是道观长大的 师父也教得好 我也没事莫教的 至于性子这东西 又不是麻花 说扭就能扭的 秦伯红 是我的错觉吗 咋感觉这语气像是在对她 秦伯红咳了一声 这两年 辛苦夫人你了 还在母亲前敬笑送终 为人媳妇 这是我应该做的 王室眼神微暖 秦伯红 嗯 她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看王室的手放在小几上 手就摸了过去 夫人 天色已晚 王室抽回手 道 老爷 天色不早了 我身上不太爽力 叶儿的伤 虽然已经不太碍事 但到底还莫大好 我得叮嘱她 泡个药语 你过去万宜娘那边安置 大猪蹄子 回来就不老实 想辟吃呢 秦伯红有几分难堪 看了她一眼 见她浅笑着 眼尾有两条鱼尾纹 皮肤也有点松弛了 两年搓磨 发期到底是染了些风霜 她站了起来 倒 那你看过样 早点安置 王室含笑点头 看她出去了 才遇了一口气 心想 她倒莫像老二那样 带个人回来 若不然 倒是省心了 就是有点难为宛柔 罢了 明天给她送一盒珍珠补偿 万一娘看到秦伯红过 来着食愣了一番 这人不是该在太太那边吗 来她这里做啥 秦伯红看她一身束缚 相貌身段倒是一如既往 眼神也清澄醇凉 心里变欢喜了积分 到 两年了 仍然见清减了些 是想为夫孤枕难眠 你放心 我在那边也还好 虽然吃了点苦 也熬过来了 没有啊 妾睡得挺好的 晚上基本无梦 一夜好眠 有时候还起得晚了 万一娘很棒吹地说 秦伯红噎了一下 上前捏了捏她的手 撑道 还是像从前那样害羞呢 万一娘看向她 心想流放 是不是把脑子给流傻了 咋听不懂人话呢 您过来窃这里做啥 您刚回来 不是该去太太那边 秦伯红点了点她的额头 一脸油腻地说着油话 我真要去了太太那边 你就得哭鼻子了 万一娘猝着眉 一本正经地说道 老爷 我不是三岁小孩 怎么会因为 您在太太屋里哭鼻子 您和太太是结发夫妻 您在她屋里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谁敢说什么 我虽然笨 但这点道理 我也是懂的 秦伯红 我看你不是笨 你是傻 唉 我同这傻逆子说什么呢 直接睡就是了 秦伯红拉着万一娘的手往床边去 太太歇下了 咱们早些安置吧 万一娘懂了 浑身都有点抗拒 这大猪蹄子 是想睡她呢 看她回来时 哭得要晕过去的样子 还以为她要为老太太六大接空呢 原来都是做一下样子的 亏她是老大 万一娘想着 眼睛一瞥 察觉着人肚子都松塌了 眼神更不好了 老爷糟蹋成这个样 还老了 莫不是 想要拿她采阴补羊吧 她能不能不要 怎么了 万一娘强笑了一番 开始摘腰带 算了 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她给的 被她采一点阴 也是她应得的 我来了 秦伯红看她把腰带一扯 万一一拖 就往床上一躺 不由嘴角一抽 睡个觉而已 怎么整出一副 壮士断腕的样子 万一娘这边 慰爱鼓掌 秦明纯的屋子里 小哥俩正在说悄悄话 爹也回来了 三哥你也在 还有大姐姐 以后咱们一家子 相亲相爱 秦明纯美滋滋地说 三哥 你开不开心 嗯 秦明艳道 以后让爹教你学问 啊 我有先生呢 秦明纯不解 为何要爹教我 爹也是考过进士的人 他会教你一些 先生不会的东西 小五 你要认真学 以后咱们 长房光宗要组 可就要靠你了 秦明纯从黑暗中坐起来 为啥呀 哥你才是敌肠子 秦明艳把她拉下来 把被子盖上 倒 哥受过伤 以后身体 怕是受不了科举的苦 而且 我还欠大姐十万两 不得多搞点银子还她 只是当官的话 要多久才能还上 你要经商 不 哥要做个断案如神的厉害人 专门断那些奇案难案 名声打开了 来请我的 就得花大价钱才行 秦明艳眯着眼睛算计住 所以啊 为了还这个银子给大姐 哥算是已经签了卖身器 没办法了 让长房发光发亮的重担 就得落在你身上了 你愿意帮哥吗 秦明唇嗷了一声 虽然没毛病 但总感觉有哪里 不对的样子 秦明艳看着 被自己套路了的傻孩子 滴滴地笑了起来 现在的日子 真的不要太快活 秦伯红自己怎么都没想到 一家团聚的日子 莫享受多久 就被秦刘夕赶了 也不只是赶她一人 是全家 离城就是个小城 远不及圣经繁华 如今秦家平反 家产返还 让老太爷一个人在圣经 也不行 你们总要回去承欢西夏 秦流西墓是秦家 这大大小小的人 再说了 孙辈守孝一年 秦明月也得相看了吧 总不好脱成老姑娘 还有秦明墓也是 男孙中第一人 该成家了 秦明月翘脸长得通红 这些话明明听着都是好话 可怎么总感觉有点不对呢 就像是 被嫌弃得很 秦明墓也是双颊微烫 低下头 谢氏撞了一下秦伯光的手臂 三兄弟 三房人 大概就是他们二房最热切回京了 谢氏自己也想回京 省得在这看秦流西脸色 处处被她压制 最重要一点 秦明月确实不能脱了 再脱就真成老姑娘了 秦伯光看向秦伯红 大哥 你怎么看 爹一人在京 也不能没个人在跟前伺候 秦伯红当然知道这是个问题 刚想说话 王室便道 要不 老爷和二弟三弟 你们先回京 小五是唐山长的学生 他得跟在老师身边学习 一二伤势尚未大好 离城风水好 在这边养着也有好无坏 毕竟仙在这 孩子在 也不好 没个大人在身边 我在这看过 这是不想回去的意思了 长袭主母不回府 主持中愧 这一项什么话 秦伯红脸都绿了 谢氏却是眼睛闪烁 要是王室不回去 那当家的是不是该她来了 婆婆不在了 大嫂也不回去 自己当家美滋滋 王室还真不想回京 一来秦伯红正在叮忧 他们也要守孝 并不好外出交际 回去也就是关在宅院未多 了不起 就是外出去哪个佛寺道观的上个乡放风 在离城为何不行 这二来摩 他们长房三个孩子 秦刘夕肯定要留在这里 秦明纯在知和学馆 拜了唐山长座先生 也得在这里学习 而秦明艳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王室虽然也望子成龙 但在她心里 什么都不比儿子平安 所以也没有一颗 非要让儿子走科举考进士的雄心 子女出色的路有很多条 他们自己想走哪一条 自己选就是了 谁规定 一定是中进士当官 才是大出息 秦明艳想学断案 想为死者说话 只要她自己学得下去 那就去吧 经过流放 经过她走过鬼门关后 王室已经佛了 王室摆明了 不想回圣经 让秦伯红不满 让万姨娘心慌 一双小鹿眼 可怜兮兮的看着她 太太不回 是要她跟着大猪蹄子 回去伺候她吗 从前那些官员外放 都是这样的 主母不跟着外放 就让妾室跟随身边 伺候起居整席 天恋 她旁腐看到了 要管理中窥的惨痛一幕 万姨娘的思绪 已经挑到天上去了 想起秦刘夕逼她学字 看账算账时 怎么说的 说小私房也得看得懂吧 而自己怎么说的 一切有董行的丫鬟 她负责美救世了 而现在 若是太太不在 她跟在秦伯红身边 他们这个小家 什么人情往来 交际应酬啥的 岂不是什么都得她来 玩犊子 如果是这样 整理理中 窥看账本 她还怎么美 怎么享受 怎么如花似玉 万姨娘想清楚那画面 整个人都不好了 委屈的眼神 再一次飘向王室 太太 联系联系我吧 接到万小可怜的眼神 王室咳了一声 到 这里也还有密间铺子打理 万姨娘也在我身边 帮忙理事吧 小五也还小 不好离了生母 秦伯红 你不走不说 还要把我的万姨娘也留下来 这意思是 你们一家子五口人 亲亲热热地一起过 就把我一个大老爷 打发回京 秦伯红的脸从绿变黑 她是不是被针对了 刘放回来 妻妾没有她想象的热情不说 还有些嫌弃她的意思 是哪里不对吗 万姨娘在王室一开口 就马上接了话头 我听太太的 这喜色 压根掩不住好魔 谢氏翻了个白眼 这个棒吹呆子 曹氏小心地 瞥了万姨娘一眼 眼神艳羡 这人虽然看起来傻 但人家那活的 才叫一个舒坦 作为一个侍妾 生养了两个孩子 身段相貌 不说跟小姑娘一样 但说二十出头 也是大有人性的 眉眼更是半点都看不到 生活带来的忧愁 连主母都护着她 嫡子也敬她 两个轻生的也出血 这位万姨娘 除了缺一个正头娘子的名分 可算是人生赢家了 不过 她活得舒坦自在 又怎么会在意 那个名头 不缺吃 不缺喝的 大大小小都护着她 女人这辈子 也就这样了 倒是秦伯红这一家之主 有些惨淡 妻妾都不待见她的样子 则则 掌房这些人 也是奇葩 秦伯红气的鼻孔 都快生烟 看着王室道 你一个当家主母 不回府主持中 馈怎么行 王室道 如今老太太先游了 爹她老人家在京 二弟三弟 他们回京 二弟妹三弟妹 相扶着主持中馈 也没问题 老太太都不在了 只有一个老爷子在 谁主持中馈 没啥的 顾氏和秦伯卿相视一眼 道末接话 这个问题 他们已经说过了 他手残 当官是不行的 还像以前那样 管着家中对外的数物就行 自己也想继续跟着赵管事做事 再给三房置半点家底 如此一来 荡不了官 有家底 也能给妻子儿女 多些私房 也才能有资本培养孩子不适 所以 回不回圣经 于他们来说 都没两样 秦伯红还想发作 被秦流希一眼看了过来 后景顿时一凉 没开口 他是有些处这个女儿的 秦流希 轻哼 看到秦皇在外招手 便道 就这样吧 早些定下就回去 他走了出去 秦皇说蓝姓来了 不由愣了一下 蓝姓就在偏远那边等着 满脸急色 且脸色苍白 看到他就冲了过来 秦流希皱眉 看向他捏着的养魂瓶 问道 蓝幼不见了 这瓶子里 空荡荡的 一个魂体都没有 蓝幼又消失了 第八百六十章 急凶参半 养魂瓶 是秦流希自己炼制出来的法器 里面有没有魂体在 他只需看上一眼就知道了 自从找回蓝幼 因为魂体不顾 而把他放到瓶子里养着时 蓝姓就一直把这瓶子带在身边 药膜在城里小住 药膜在道罐里 因为道罐可以跟着道场上早课 所以 这两个月来 他一直都在关里住着 续岁东还帮忙不善 已经成为清平官虔诚的信众了 前几日 蓝幼还好好的在养魂瓶里养着呢 现在魂就消失了 蓝姓本就急得不行 听到秦流希这么一问 定了定神 道 是 早上做过早课之后 我帮着清远道长 核算了一下观众的账本 等我想起和小悠说话时 才惊觉许久莫听见她的声音了 她不见了 蓝姓的声音有些发颤 白着脸问 少官主 小悠她是不是回去了 秦流希诞声道 你要知道 她的肉身还在原世界活着 那么 她总有一天是要回去的 在这里长久当着游魂 对她来说并不是好事 久了也就成为游魂 甚至会被其他强大的鬼吞噬掉灵魂 得不偿失 蓝姓心间一疼 扯了一下嘴角 我知道 但知道归知道 一想到她已经走了 她的心就跟被撕裂了一般疼得不行 秦流希拿过她手上的养魂瓶握在手里 微微合着眼 手指在纸节上掐散着 半晒 才睁开眼 倒 还没回去 但她去了别的地方 非她自愿 导向是有人召唤去了 蓝姓的脸更白了 倒 又是上次那样 不好说 之前她算是被人夺了射 现在只是一个魂体 若是有人召唤 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秦流希委婉地说了一句 你也别想太多 说不定会是好事 蓝姓表示并没有被安慰到 蓝佑是天外之人 在这世界 无亲无故的 谁会召她 能找到她 并且强势召魂走 还不打一声招呼 必定是对方有强大的法力 蓝姓不是个蠢的 确定蓝佑并非自愿 是因为她清楚对方的性子 不会一言不发 一声招呼 不打就完消失 肯定是因为身不由己 才会如此 而有什么会令她这样身不由己 自然是那背后之人 法力不一般 秦流希看蓝姓 神色黯然 也没再说些苍白的话安抚 都是聪明人 能想到的都会想到 蓝佑估计默遇着好事 她也不算到了 急凶参半 而蓝佑的魂西 也并不太好 你在道观待着 我去找找 蓝姓立即道 我跟 你一起去 秦流希这次拒绝了 道 此行凶险 你别去了 另外 你也该放手了 蓝姓浑身一僵 本来就苍白的脸 在听到这话之后 更是变得面无人色了 秦流希叹了一口气 转身入内 她能顺着蓝佑的魂西找过去 但也不能没有半点准备 而且 她要带上藤昭出去 翻个年 徒弟就九岁了 需要历练更多 才能变得更强大 人也只有在历练的之路闯多了 才能学以致用 既然要顺便教徒弟 需要准备的东西 就得准备周全 腾昭听见秦流希要带她外出时 有些高兴 看望川扁着嘴不太高兴的样子 便道 你还小呢 师父不带你 肯定因为这个活危险 不然光顾着你 万一被阴了呢 等回来 我带你去街上给你掐唐吐 师兄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望川这才露出笑容 又叹道 我什么时候 才有师兄聪明厉害呢 年纪在带些 你现在不是已经会被汤头割了磨 还能认全学位了 明艳师叔都不及你呢 腾昭难得夸了他一把 望川有些羞涩 骄傲得挺了挺小胸脯 道 都是师父教得好 我会更厉害的 腾昭揉了一下他头上的小啾啾 那师兄就拭目以待了 秦流西收拾了一个背包走了出来 看二人头碰着头 道 在这说什么呢 望川起身 拉着他的手 轻密地在他掌心蹭了蹭 道 师父 我一定会好好学本事 不夺懒了 秦流西挑眉 望川小脸一红 我七岁了 长大了 秦流西 鸣嘴一笑 那行 等我和你师兄回来 我要看到三张平安符 望川啊了一声 嘴巴张得老大 一脸的生无可恋 画符这东西 并不是人人都是有大天分的 像他师父是属于那种 一点灵光 及师父的超级天才 救他师兄 虽然比不过师父 但比起观中的许多师叔 也要好大多 如今道观和非常道的平安符 都是出自师兄的手 他还画过一道五雷符 只是画成了一张 脸白的跟死人似的 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也不敢再急于求成了 毕竟年纪小 免得用灵过度而自损根基 但能画成一道五雷符 还是在这个年纪 已经是鼎厉害的了 也表示 他已经掌握了五雷符的关键了 渴望川 现在能画成的 也只有平安符 其余的别想了 不过 他年纪更小 能画出有灵气的符 也比那些个招摇撞骗的神棍要强 也算是厉害 只是有他师兄这样的妖孽在前 就显得他笨罢了 秦流西轻轻地掐了望川的小脸一把 乖乖的 不要乱跑 王氏在秦流西要出发前 走了过来 主要是怕秦流西这一去 也不知何时才回来 而他提的事 肯定也得解决了 所以是来问他的意思 你父亲在丁幽 回京也就是那样 我意思是还在老宅住几年 毕竟老太太不在了 京中府里的钟馈 你二婶他们长着也一样 只是我的嫁妆 怎么着也得回去一趟清点封锁 然后再回来 虽然圣人开恩 家产也返还 但肯定会有损的 不像以前那样全须全尾 不然人家抄家的油水 在哪捞呢 当然了 王氏想留 也不能罔顾秦流西的意愿 肯定要问过他 除了秦伯红这大猪蹄子 秦流西对掌房的其他人观感 还是可以的 便道 您想留就留下 但是二房 必须打发走 整日闹腾 烦得很 王氏心中一喜 笑道 那好 我知道怎么做了